再来看到封冰箱 清不知子 海上古道 以及跃动器官 吸引外地客前来朝圣 尤其过年期间更是挤满人潮 今年长达10天的春节假期中 封冰这两处收费的油气区 除了除夕还有初一修远之外 其他时间正常营运 乡长邱福顺也欢迎大家造访游玩 搭乘小船进入位于半山腰的跃动 不仅看见特殊海石洞地质地形 洞内遍布生态也令人叹为观止 离开半封闭式的跃动 来到封冰北端 清不知子 海上古道 腰绕海岸山脉的古道 紧挨着辽阔的太平洋 看了心旷神怡 桌上其中的透明玻璃步道 宛如在海上行走般 奇特的体验 封闭湘 面山领海 岸季椒原地形 动植物生态丰富多元 乡公所也沿着台11线 营造包括清不知子 海上古道 石门搬绍角 石梯坪 港口越洞等有期区 其间 为二收费的海上古道 以及越洞两处园区 乡公所也配合年节做微服调整 清不知子 海上古道 那这个景点是在除夕 那天是休养 从初一一直到后面 都是正常营业的时间 那有关我们越洞的 呃 园区的营运的时间是 除夕 初一是休养 那其他都是正常营业 我想在这边做 跟所有的好朋友 做一个声明跟说明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来欢迎大家来奉宾旅游 除夕以及初一两天 越洞以及海上古道工作人员 放假与家人围炉团圆之外 其他时间都正常营运 乡长邱夫顺也欢迎大家 前来造访游玩 记者是越南风兵采访报道